包裝機生產影片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包裝機生產影片介紹 我是楊清松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CV100直立式裝合機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產品生產出來以後 就是會經過一個包裝的過程 裝合機最主要的功能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美觀 將我們的產品包裝在紙盒上面的話 美觀讓客戶比較有吸引力 第二個就是安全 我們的包裝物放到紙盒裡面 收到紙盒的保護 如果外觀有破壞或是損壞的話 比較容易做一個察覺跟處理 再來的話就是集體包裝 在比較大的紙盒裡面 我們可以放進比較多的產品 讓客戶可以做一個一次的集體 集體包裝的購買 然後再來接下來看到的是CV100包裝機 這台機器最大的優點有幾項 第一項就是說它的體積小 它以設計來講的話 轉盤式設計 所以說它可以縮小體積 第二個是操作簡單 我們不管是更換產品線 或是更換其他的配合的組件的時候 我們是使用全中文的操作介面 讓客戶可以很簡單的做一個選擇跟啟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速度快 一般來講我們做這個包裝作業 傳統以人工做包裝的時候 人力包裝的時候 以做完這個包裝的動作 一般來講可能包一包 可能要可能10秒到15秒 就是說一分鐘五六包的速度 那我們這台機器的話 最快一分鐘可以到60包 這就是它最大的優點 那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 它的紙盒會模擬 機器會模擬人的動作 就是說把紙盒舉出來 然後我們在下面做一個 邊耳插耳的成型 然後最後再把包裝物從上方投入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紙盒的上面蓋起來 然後經過我們的排出區 然後做一個排出到下一站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小幫手 來開一下機器 首先各位看到就是說 紙盒從這個紙盒區被吸出來 做一個成型 然後我們今天搭配這個機器手臂的部分 來做一個投料的動作 投完料以後 然後再經過後段這一邊 做一個上面做一個插耳的動作 然後最後經過我們排出區域的地方 將包裝物排出到下一站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整條生產線的配置 就是從這個部分的話 後面我們再做一個 搭配一台也是一樣機器手臂的動作 機器手臂會自動將我們前方的 裝合機的部分 把這個部分的紙盒 然後做一個移動 然後到我們後面的小型整室包裝機 先簡單為各位介紹這個小型整室包裝機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使用觸控式螢幕 人機介面全中文的多國語言的操作 它操作非常簡單 體積小而且它最快包裝速度 可以到1分鐘60包 那現在請小幫手幫我們開一下機器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手臂的部分 會自動搭配我們的整室包裝機 來做一個包裝的動作 那這邊看一下我們這個製料區 磨料到我們下面的製帶器的部分 這個部分針對我們包裝物做一個設計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達到快速包裝 就是1分鐘60包 快速的包裝 然後而且它這個搭配起來的話 可以節省材料 節省材料 然後最後這個部分出來的地方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AS350熱風爐 就是說我們這個整個搭配起來的話 包裝出來的這個袋子可以做得很小 這個袋子可以做得很小 然後基本上來講的話 經過收縮包裝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盒子 我們的產品不只裝在盒子裡面 而且外面的又再加上一層安全的膠膜 所以這樣放在貨架上 不只更美觀 而且更安全 今天機器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